又和老板娘吵架了 因为 那个表姐 她这个表姐肯定有问题 怎么了 她居然背着希希私下找我 这根本不像一个正常的姐姐 应该做出的事情 私下 她对你做 这也太好了吧 我和希希说过 我可以给她表姐租一套房子 让她早点离开顾家 但希希却不同意 我不知道她在坚持什么 但我总觉得她和她表姐之间 非常奇怪 对了 你帮我查一下 她表姐的身世和来历 动作要快 我查 不然呢 好 我查 但你也得给我点时间 我得慢慢查 好好地查 贺锦西 你私下去找希成了 我跟顾希成私底下说几句话啊 也要向你报备的吗 别太过分了 苏妍媳 是你纠战缺长 我只不过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我对希成的感情和合约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你怎么不敢说出你的真实身份呢 如果你有勇气跟她坦白 我就没什么机会了 天下乌鸦一般黑 别只说别人不看自己 你到底要怎样做才肯收手啊 你把妈妈还给我好吗 很简单 第一 从顾希成那里拿到三百万 还有第二 第二嘛 就是顾希成现在对我成见太深了 我不希望在她心里是这个事情 我要跟她单独吃个饭 你安排一下 你别做梦了 我是不会替你做这种安排的 这么无情啊 那你就这辈子 都别想再见到妈妈了 你别再拿妈妈威胁我 我是绝对不会为了你 去做这种没有底线 还伤害别人的事情 好啊 不过我也把话说在前头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三天 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 如果我不能拿到三百万 如果 我不能单独跟顾希成一起吃饭 那么我就到所有人面前 拆穿你的真面目 并且 我还会把妈妈带走 让你永远都见不到她 贺锦希 你别太过分了 过不过分的 就看你的表现喽 三天 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你只有三天 希成 我到底该怎样做 才能见到妈妈 也不伤害你 你又回来了 你怎么睡沙发啊 我帮你去尝尝 你喝酒了 你喝酒了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没有 我只是和司徒随便聊聊两句 真的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今天下午说的那些话 都是我情绪上来说的气话 又是 本来你的表姐来看望你 是应该把她留在身边的 既然你不喜欢让她走 那我就听你的 谢超 你怎么那么好 你是我爱的人 我对你好 是应该的 你对我那么好 我 好了 别胡思乱想了 不行 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 我不能再被锦锦牵着走 必须要早点找到妈妈的下落 怎么还不来 来了 汐汐 你终于来了 来 来 来 快坐 我是等汐城上班了 向主管请了假 才跑出来找你们的 老大跟你讲什么了 怎么了 老大跟我喝酒 他已经怀疑贺锦锦的身份 让我调查了 原来他这么敏感 当然 毕竟是花言总裁 这点警惕性还没有 那花言怎么继续下去 那你怎么回复他 我答应是勉强答应了 但我没和你说过 我也不敢把真相告诉他 但是 我只能帮你们一段时间 时间长了老大一定会发现 我知道 只要拖一段时间就行 汐汐 你这么着急找我们 是想到什么办法了吗 我要赶紧想办法 先找到妈妈 只要找到妈妈 只要找到妈妈 你这么着急找我们 你这么着急找我们 是想到什么办法了吗 我就再也不用说 贺锦锡的要挟了 我就可以主动向县城坦白 让他知道事情的真相 可是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万一找不到阿姨呢 万一 老大生气了呢 虽然你们感情现在非常好 但你听我一句去 老大对待感情非常认真 也是对真相绝不含糊的人 如果他发现 一开始 你就和贺锦锡互换了身份 欺骗了他 以他的性格 我不敢保证 会发生什么 你就不怕 失去他 行了 你不会安慰别人 就先闭嘴吧 现在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你不想办法解决他 告诉他后果有什么用 我觉得希希说得对 我们先找到阿姨吧 等阿姨回来了 一切都能解决 对